这几年来万宁村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张德龙和村长徐贤渊都在推动社区发展的活动 而社区现在准备要申请农委会的农村培根再生计划 希望借由活动凝聚社区共事活络起来 活化社区能够吸引年轻人回乡 这几年万宁村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张德龙以及村长徐贤渊都在推动社区发展 社区现在准备要申请农委会的农村培根再生的计划 希望借由活动凝聚社区共事活络起来 活化社区吸引年轻人来回乡 用这个机会凝聚社区的向心力 也希望来年大家更丰收更平安更顺利 前任从乡长以及黄玲兰议员一早来到现场跟着村民来搓汤圆 直说好怀念小时候的农村生活 最后也跟着村民一起吃汤圆 祝福年增一岁圆满丰收 这也是万宁社区发展协会所办理的社区大型活动 未来希望透过申请计划来活络社区 记者高松双部里乡采访报道